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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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中文胡惟聰 因為泰式充飛會的時間 今次跟大家來去湯樂區 湯樂BTS站下面 對面就是磁名芒果 糯米粉 卡尼麥芒的店 對面有新開的地方 你看看 很美 接著進去看看 沒錯 泰式充飛會又回來了 死不眼閉 是啊 自信心爆棚的 我自以為上一條影片 有足夠的資訊 會吸引到大家看 誰知收視慘敗 但不要緊 旅敗旅戰繼續努力 希望這條影片 大家會支持和喜歡 因為裏面真的有些資訊 和大家有關 當然不是每個人有興趣 買對保時捷波鞋 以及看保時捷名車 但這裏畢竟是一個新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拍照打卡 尤其是走到這個芒果糯米飯 走到累一累 可以過來坐一下 喝杯飲料 過一下冷河 順便拍照打卡 環境實在正 新開的 應該暫時未有人介紹過 吧 除非我拍了 難剪 然後又被人推出了 但怎樣也好 我不是吃大家口水味 我早就已經拍了 幫我剪 不切 不要挖我 說回來 這個地方真的挺有趣 有趣的話 讓表姐和我聊聊聊天吧 這杯用泰茶泡製的Espatial 都相當甜美和幼滑 那你呢 你這杯是甚麼 這個是泰式檸檬茶 紅茶底 然後裡面有檸檬和蜜糖 這個也對 其實這個地方 絕對適合今次的泰式葱啤會 真的有咖啡飲 還有環境超美 新開的 是嗎 開了大概兩個星期 這裡一點數 既是一個展覽地方 亦都有東西賣 有咖啡飲 兼且有酒飲 是一個新開的community mall 最重要的是 終於在這條街的這個位置 有些東西是適合遊客 因為你知道這條街以往 一年前就有很多的小販擺賣 全條街都是吃東西的 但後來因為很多的工程 改組 變成高樓大廈 有些小販擺賣 吃便宜的東西 那些地方已經沒有了 那基本上 除了裡面有一間店 都可以進去拍攝 吃東西之外 基本上整條街都沒有什麼特別 反而現在新開了這個 就在BTS旁邊 相當之適合遊客 來拍照打卡也好 也好 也好 還有最重要是可以 遊客在買一些東西 也有些手術賣 也好適合 一來到BTS 就會看到一個黃色的 好像一個洞 對 但眼見全部都是Porge 寶時節的產品 因為這裡的主題是會變的 現在的主題就是Porge 會有Porge的車 一些古董車 以及關於Porge的產品 在這裡 樓上還有一個Gallery 在做Porge的展示 這個概念會維持兩年 兩年? 哇 兩年後的我都不知道去哪 真的 去哪 無論如何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這裡 看看Porge的名車 然後喝一下東西 拍照 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又或者大家喜歡買 芒果糯米飯 唐螺 買完之後新水新航 不要拿進來吃 只不過新水新航 如果想找一個地方 去掛攬航 可以在這裡買一杯飲料 去掛攬航 拍照也可以 今天泰式充飛會 要說的內容 其實是甚麼 其實跟車有關 不過就不是Porge 只是一些Boot和Gap 對 其實泰國最流行的叫車APP 就是Vote和Grab Grab和Vote 這兩個APP 很多香港朋友 我相信來泰國都有用過 那他們兩個有甚麼分別 和哪一個比較便宜 那我就訪問了一個司機 為了更多了解 今次真的訪過Piccation Boot 來預訂了一輛車 接著跟女司機說了兩句 可否訪問你 她說可以 那就開始了 剛才問她 其實泰國叫車的APP 有兩個是Vote和Grab 問她哪一個APP 是多人用一點 她就說 以前可能是Grab 多人用一點 但現在就是Vote 多人用 她就說 不是那麼確定的 因為開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Vote和Grab的分別 就是Grab 就是泰國的本地人用多些 但是Vote 就是外國人用多些 對於司機來說 Vote和Grab 我就問她 Commission哪一個多些 其實就是說 Vote的Commission多些 又多人用一點 又Commission多些 這樣 其實如果對於客人來說 Vote也是比較便宜一點 Vote是便宜一點的價錢 大概 譬如你叫100匹的車 Vote可能會便宜10匹20匹 那些客人 多數的司機 都會兩個APP 都接的 就是說 有時候客人叫Grab 他們又可以 在電話那裡 按接了Grab的客人 或者Vote的他都可以 因為 多數的司機都會接兩樣 因為每一個區 的人 的客人都不同 有時候 這一區 多數是用Vote 又不用Grab 例如 譬如 那裡是多遊客 遊客區 就會用Vote 多的 如果是 本地人多的區 就會用Grab 所以兩樣都要有 兩樣都要做 如果客人同一時間 剛才說 Vote的Commission 是多一點的 如果客人同一時間 又按Vote 又按Grab 會不會先選Vote 其實是不會的 司機就會看 哪一張單 是賺多一點錢 不用只看Commission 就是看整張單 誰賺多一點錢 選那個 如果是Grab的 可能路程遠一點 賺得多一點 就會選Vote 現在很多 泰國的網民 就是 說 有一個叫車的App 叫做Vote 這個App 是 叫車比較容易 多車一點 還有價錢又便宜一點 但其實 通常 不是 本地人 就沒那麼多人認識 多數人都是用Vote 今天 我們叫這架車 就是Vote 我們旁邊這位司機 又是有Vote 又是有Grab 兩樣都做的 所以可以訪問Vote Vote和Grab 有什麼分別 Vote是否真的便宜一點 是否真的多車叫一點 剛才說了 泰國叫車的App 是有Vote和Grab 其實是錯了一點的資料 要補充 就是泰國叫車的App 不止這兩個 不止Grab和Vote 還有其他 例如LineMan 或者InDriver 這些App 但是Vote和Grab 比起其他 普遍一點 多人用一點 Vote 剛才又說了 Vote是多車一點 多人用一點 其實就是 會不會 因為多人用 又多車一點 所以會容易叫車一點 其實不一定 就算是它多車 不過如果你在曼谷遇到 塞車的時間 一些上班時間 或者放工時間 這些rush hour 的話 就算多車 都一樣是會難找的 其實這些時間的話 我相信 哪一間公司 哪一個App 都是難找車的 但是Vote 網民就說 最划算是這個App 因為 客人要付的錢 比較少 就是最便宜 但是 駕車 那一個司機的角度 都是 公司 最多 給司機 所以 無論哪個角度 Vote 都是最划算的 但是 你旅行的朋友 除了注意 最便宜 都還要注意時間 因為時間是金錢 所以如果 遇到一些 譬如在商場 要去一個地方 你比較兩個App 的時候 可能遇到 Grab 貴一點 煮便宜 但是 煮多人叫的話 可能要等久一點 這樣 還是不是 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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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 衡量一下